今天就教大家怎樣可以在網上下載一些影片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說想下載一些影片 自己下載了 日後拿出來看 或者有些影片怕在網上放上來 就算放在Youtube 或Facebook 也好 都怕不知為何被人刪除了 想下載 或者其他人有些影片都想繼續下載 有什麼方法呢 今天就講解一下 首先你可能在用Apple 機 或者Window 都無所謂的 但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在用Fire Force的Bowser 在Google 或Yahoo 打Fire Force 第一個就叫Download Fire Force 就會進入官網 然後你選擇下載的Bowser 選擇下載的Bowser 選擇自己的系統 它應該會自動幫你找的 例如我現在在用蘋果Apple 它就會自動幫我下載了Apple的 安裝的 那如果你是Windows的 就應該是exe尾的 先下載了這個 下載了Fire Force之後 我現在已經下載了用了 那你就可以去找 一個叫做 Video Downloader 你可以打回Fire Force 你一開就開到這個了 Google 自己找了這個了 或者去Google 叫做Video Downloader Helper 就是這個Fire Force的加載 我亦都加上了 所以這個位置應該是 叫你安裝的 按了就安裝了 我印象之中 這個是免費的 就算付錢也是很便宜的 究竟買不買 因為呢 這個Video Downloader Helper 已經在 Google Chrome 裡面用不了了 所以一定要用Fire Force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去一個網站 嘗試下載一些影片給大家看 好了 現在我就去了這個新聞網站 那好吧 現在這個新聞網站 這個新聞網站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影片 那你看看想要哪一條影片 舉個例子 現在這條影片 你指個箭嘴過去 你看到紅色 有個play button 那就知道這個是YouTube 不知不要緊 你按下去之後 你會看到右下角寫著YouTube 那你按下去 那就會開了一個新版面 就會去到YouTube那裡 儲存了這一條影片 那你也看到右上角 YouTube Downloader Helper 就會開了燈 那你按進去 那它就會有不同的格式 以及不同的File Size 譬如有些叫MKV的格式 大家可能未必會很了解 那你選一個叫MP4 大家就很了解了 那除了MP4之外呢 MP4裡面也會有不同的 的Size 那你自己選一個 指了過去 按這個箭嘴 然後按下下 那它就會在下載 這條影片 那它可能會彈出一個這樣的版面 那它就會問你 Save File As 在哪一處 那現在呢 我是在Desktop那裡 那你呢 應該可以選 譬如我打開 就給個Sub Direction 那我每一個彈出來呢 有機會不同的 自己試一下吧 譬如我 我選擇 File名叫WongFing Create 那它就會開了 Desktop這裡 有個 File 那我按Save 它就會把影片 Save 進去 你剛才新開的Folder 那它在下載的了 因為你看到這裡有個1字 就是Running 這個呢 就在Adaptive 不理它了 那我就按 Running 這個Adaptive 現在你看到它就在下載的了 那我們就回憶都在下載 那我們回到 原本的新聞網站 那除了Youtube之外呢 另外在Facebook裡面也有很多影片 不過好不幸運呢 Facebook裡面的影片其實是下載不了的 這個Download Helper是下載不了的 所以你按停了這段影片 你看到這裡有個1字 但是這個1字呢 是告訴你 是正在下載的 但是這裡就說 No media to process in the current trip 就是說它說找不到 這個 影片到底是什麼 但是不要緊的 我們可以嘗試一下看一下其他影片 剛才呢我試過的 這個呢 都是 Facebook的 但是這個呢 按停了之後 我們打開Facebook 打開Facebook 看著我的影片 還沒有 電視 等於上電視 我們要質疑 這個這個 要質疑 還有 那個